现在办护照真的好严格 问了很多问题 都是要核实 而且还不知道能不能办下来 所以不知道什么原因 近日 网络上关于中共当局停止办护照的消息不断流传 外界普遍认为 中国现在论的人太多 引发当局恐慌 因此采取各种手段限制办理护照 近日网上传出江苏省连云港市一街道办事处 挂起对偷渡违法犯罪零容忍 凡偷渡违法犯罪严打击横幅的影片 有当地网民在评论区留言说 我们这里有很多不走正规渠道去国外打工的人 我们现在护照都停办了 另一位IP显示为美国的网民说 我在这里认识的好多江苏人都是江苏连云港的 东海人 一位连云港市东海县民众向大纪元记者证实 他们现出国人员非常多 有第二个福建之称 护照停办属实 大纪元记者经过调查发现 中国许多地方都出现护照停办 或者收紧护照发放等现象 河南信阳的常友 华明说 他申请办护照已经二十多天了 还没有结果 让他等得非常着急 他表示 他在办理护照的时候人非常多 当时有一位与他前后相差一周去办理护照的男子 直接被拒绝办理 我们这边过年前后出去的人太多了 所以直接停办 他还透露 据他所知 已经有很多城市停办护照 贵州某些地区当局 甚至直接没收了个人的护照 声称代位保管 山东青岛市 办理护照的中介公司 一名工作人员对记者表示 现在办理护照的人非常的多 很多地区停办 并且审查严格 很多地区之前 你拿着资料去就能给你办 现在拿着资料去也不好办 这名工作人员还说 他们不接受福建地区的护照办理 因为福建人去东南亚等国的人很多 都被打上标签 很多人出去了就不回中国 一般不会给发放护照 现在出国 为什么有的护照会被剪较 那这里跟大家说一下 现在去办理护照的时候 官方都会要求你写申请的 目的地 国家和申请的私有 比如说你去新加坡 以留学的目的 办出来的护照 护照下来以后 你办的去是美国毕业签证 并且出中国的时候 目的地是美国 那中国海关可真不惯了 因为他们系统都是联网 你当初办护照的目的地 及出境国家都能看得到 然后就给你卡车了啥 因为什么 你属于骗护照 甚至还有可能 把你加入出境黑名单 那你以后 把护照和出境 都是个大问题 知道吗 这事已经发生很多次了 前中国大陆资产管理公司 首席合规官梁绍华律师 上月接受大纪元记者采访时 也表示 现在护照肯定不好拿 出关的时候 还会被盘查 他说 也不是最近才这样的 这两年都是这样 最近我有位认识的人说 不给更新护照了 也没直接说不给更新 就问你现在不出去 干嘛更新护照 就不给换 肯定收紧 就是不让大家出来 中共一直是这样的 它不会明文说禁止 不会发这种文件的 但是你实际办的时候 就种种障碍 就像朝鲜一样 不让大家跑了 前北京律师 民阵加拿大主席赖建平 对此认为 这就是邪恶中共最极端的 独裁专制做法 中共要把中国打造成一个巨大的监狱 你再不满 你再活不下去 你死也得死在这里 你人不能走 钱不能拿走 所以他把大门关得紧紧的 害怕你逃跑 害怕你偷渡 全世界都在抛弃我们 2024年将是出国最为困难的一年 大陆专门办理出国业务的一女士表示 以后啊 出国将会越来越难 而且会越来越难 从今年开始啊 很多国家都已经对咱们关闭了国门 限制了咱们的入境 很多人讲 最近不是很多国家对咱们免签了吗 那是咱们对他们免签 换来的仅仅是旅游 而且一般不超过一个月 大部分是15天以内 只是消费性的短期签证 但是对于像留学移民 工作签证 很多国家呢 都对咱们已经关闭了 像加拿大 新西兰 澳大利亚的留学 现在基本上处于这个停滞的状态 那以色列啊 大家也知道 央企国企的项目 很多人报完名 等摇号都已经半年多了 要无阴信 那像日本 新加坡现在也全面转向了东南亚 那有人说那还有韩国呢 韩国今年 劳动力缺口16.3万人 但是也是给主要是以东南亚各国的劳动力为主 能给到中国人的名额 估计也就是一千来个人左右 而且韩国今年这16万人进来以后 基本上就属于劳动力充足了 短期内也不会再大批量的招人 那还有原件工程 还不如疫情那三年呢 所以说啊 咱们再回头看一看 从2023年开始 咱们过得呢 还不如疫情那三年过得好 大家想想 这是为什么 好像全世界都在抛弃我们 把我们割据于世界的大门之外 因为我们从事这一行啊 也已经十多年了 第一次感觉到这样的问题 疫情这三年 比现在出国的渠道还要多 2023年 大家已经初步感受到出国的困难了 2024年将是出国最为困难的一年 而且会越来越难 所以说现在有机会 能把握就尽量把握 以后咱们出国的渠道会越来越少 中共限制出境 挡不住走线大潮 兄弟们 人生第一次走线啊 德国 拨黑边境 我只能说 我这个年纪 不敢多说吧 我感觉我挺独特的 加油兄弟们 想出来 咱们一起 看一下 拨黑边境 然后 走线是在疫情期间 从中国大陆流传出来的新词汇 指的是通过舌头安排好的特定路线 偷渡进入美国 据了解 走线出来的一般分为三类人 第一类是为了赚钱 第二类是为了孩子的未来 第三类是为了呼吸自由的空气 中国民众一批又一批的选择逃离中国 甚至不顾生命危险 穿越南美热带雨林偷渡到美国 很大一部分是因为中共疫情三年的高压风控政策 使民众压抑的受不了 再加上现在中国经济与政治环境直线下滑 导致民众对于国家失去信心 因此利用各种方式出国 根据美国海关及边境保护局 CBP统计 2023财年 2022年10月1日至2023年9月30日 从墨西哥北部非法越境进入美国的中国公民人数 激增至2.4万多人 2024财年头三个月 2023年10月 11月 12月 非法越境的中国公民人数继续增加 分别达到4261 4797 5980人 CBP数据显示 2024年财年至今 已有123万非法移民进入美国 其中约27%来自墨西哥 14%来自威迪玛拉 8%来自洪都拉斯 而将近一半的人来自这些国家之外的国家和地区 包括中国 江西青年钱小哲 以前在国内是一名外卖员 也为疫情风控 让他受不了中国的生存环境 打算出国 2022年4月 他从香港来到土耳其 之后在欧洲辗转意大利 塞尔维亚 德国等地 期间为了糊口在华人工厂做廉价劳动力 一年后 通过穿越热带雨林 于去年7月份成功偷渡到美国 他向记者透露 由于走线的中国人大幅增长 走线现在也形成了一种产业链 华人开走线旅馆 餐馆 走线的路上还会遇到警察拦截中国人要钱 以及黑社会人员绑架抢劫中国人等等 这一路的艰辛 只有精力的人才会有切身感受 他表示 走线的人来的太多 大部分都不会英语 到美国后只能找中餐馆打工糊口 有一种从中国内卷至美国的感觉 有媒体报道 由于来美国的中国走线可越来越多 大纽约地区的一家华人中餐馆被爆 半年前聘厨房 打砸工事一个月2600美元 当这名员工离开后 餐馆就降低月薪到2400美元 因为有很多非法移民进来美国 餐馆就有很多工人可以请 所以在另一名工人待了两个月又走掉后 餐馆又调降月薪至2000美元一个月 钱小哲也说 来的人太多 中餐老板趁机把价格压得很低 你不做就没有钱用 所以很多人没有办法 即使是工价比之前要低很多 为了生存一定要去做 只能熬在餐馆里 至少要半年左右 钱小吉目前在一家按摩店寄宿 他正在努力学习英语 他表示 要真正的融入美国社会 自己的命运才会彻底改变 有百草之王美育的人生 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 在韩国出产的高利参 还有活化机体作用的多种有效成分 可增强免疫力 是疾病无法入侵 被称为万灵补品 高利参分野参与栽培两种 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 入药用的人参又有生晒参 白参 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 玄宝黑参口服液 以百分之百韩国优质 六年高利参为原料 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 东医宝剑 记载的九争九铺方法 纯手工制作而成 高利人参含有34种人参灶带成分 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 另外 人参灶带RA、RF、RG3、RH2 为高利人参独有的成分 经九争九铺制作后的黑参 灶火兴致进去 一年四季及任何体质人均可服用 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 持高利参上火的问题 提高了有利于人体吸收的 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 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灶带 RG3的含量比红参高八倍 人体对玄宝黑参中的人参灶带的 吸收率高达80%以上 是红参的六倍多 是白参的16倍 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 输入优惠码RMB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